聽到問題不回 直接把副手趙少康往前推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想翻到下一頁 不願理會柯文哲爆料 有人拿兩億要柯當副手 被點名的其中一位 于姓商人就是國民黨金主 台港貿易公司董事長于金寶 他證實自己在八九月 有牽線諸柯在新一區住家會面 但絕對沒有開架橋副手 跟金錢完全沒有沾邊 但柯文哲口中還有一位季將軍 遭指就是他 前立委蔡政員透露 編政府時期任職國安局的季太來 當時警政署長是侯友宜 所以兩人關係很好 如今某種程度 扮演侯科陣營的聯繫角色 但很確定跟兩億美金事件無關 據了解這份說辭 激進事實 柯文哲快言快語 讓身邊的友人無辜被拖下水 靜新聞李婷 劉維婷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實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靜善靜悲解決理 Whitell 一手掌握新聞dare